好像貌似也没有那么丑吧 但我看现在越来越像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一直喜欢在造型上下狠手的 Miss YY小姐 欢迎来到我们频道 今天我要来一个大变身 其实就是要去换一个发型了 我带大家去一家 我认为帕拉里最好的日式美发沙龙 Let's go 因为天气预报说会下雨 所以我们换一种出行方式 坐地铁过去 而今天我们去的 就是坐落在15区的巴黎相当有名气的日式旅游园 Cisor Ossola 我在他家捡头发呢 差不多有4年的时间了 这家店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的发型师都是从日本和韩国过来的 都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行业佼佼者 而今天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过来换一个新的发色 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夏天 而这次呢 其实我想染一个比较浅的银灰色 不过我的头发呢 是属于比较黑和粗的不太容易瓢染 所以啊经过研究后呢 最后出现的效果应该会介于这两个颜色之间 而达到这样的效果呢 是需要经过两次的瓢染和最后的一次上色 今天将会是漫长的一天 而今天使用的瓢剑呢 是湿滑口的 染膏则是一个纯天然的荷兰品牌 Kunner 现在我上了大概第一轮 然后 喝个咖啡提提神 相信呢 有不少在欧美国家的小伙伴们 跟我有一样的困扰啊 之前 因为在欧美的发型室啊 就是当地的 他们无论是技术多高超多贵 能找到搞定我们亚洲人头发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 每次剪个头 你就完全跟中彩票一样 就是好不好啊 完全是拼的人品 所以我们以前留学过来的时候啊 就是多多少少 学了很多那种自理根深的技能 然后就是剪头发 也真的是 成了一门非常必要的生存技能 当时刚来法国的时候 我妈还特地帮我买了一把就是专门剪头发的剪刀 我后来还真的帮我一些朋友剪过头发 沙马特 Pony老师 好像貌似也没有那么丑吧 我现在是第二次跳的效果 像是Tony Plus 以前很多人都说我上那个Counter 就是那个安妻炫 哎呀暴露年龄了 我看现在越来越像 最后染完呢 发型师以难以置信的神速呢 帮我修剪了头发 前后才刚刚好用了四个小时 那么我们最后啊来验收一下成果吧 哇啦 不知道大家对我的新发型怎么看呢 请大家踊跃弹幕留言告诉我 其实我在两年前呢就尝试过拳头的瓢染 所以呢这里啊我也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一些瓢染后护发以及短发造型方面的小心点 首先这里最重要的呢就是 如果你决定啊要瓢染头发呢 就一定要选择专业的发廊和靠谱的发型师 我知道很多小伙伴们啊 尤其是学生党朋友们 可能会觉得瓢染一次会有一点贵 就会选择一个比较便宜的理发店 或者就干脆自己DIY 我在网上呢其实也看到了不少类似的教程 这里呢我奉劝大家一定要三思 因为呢瓢染啊要非常精确的 掌握药水的那个调配比例还有染发的时间 对于造型师的技术要求啊会比较高 而且呢质量不好的药水啊会对头发和头皮的刺激呢过大 会很容易啊让头发断裂并且呢造成头皮的灼伤 我之前呢就有碰到过不少班车的 要么就是整个头发发质啊全部毁掉 要么就是出来的发色非常不均匀 颜色呢非常不纯正 所以呢大家想要入瓢染坑之前呢一定要慎重 这个钱啊千万不能省 而在瓢染之后呢我们通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头发泛黄泛红干涩毛躁没有光泽 所以呢瓢染头发的后续护理啊是最重要的 这个大家呢也一定要仔细咨询你的发型师 首先呢是因为我们亚洲人本身头发的缘故啊 然后呢会经常出现那种泛黄还有泛红的问题 像我这次呢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这一块呢还是有一点点泛黄的 这个是因为我之前差不多三个月前吧 我这边呢有染过一个黑色的 所以呢出来的效果会和我自然的发色出来的会有不一样 但是它这边的上色程度呢就非常好 但是就算出来这样的效果呢 其实后续啊我们还是可以去补救的 所以为了避免泛黄呢我们就要去使用去黄的洗发水 其实呢就是一个紫色的洗发水 紫色呢它是会中和掉黄色的 让头发呢看起来会越来越偏冷掉 如果你出来效果是偏红的呢 大家就可以使用蓝色的洗发水 当然啦你如果上了其他的颜色想要顾色的话呢 你再可以啊使用就是你本身颜色的那个洗发水再去给它强化 而这里呢我也推荐大家最好选用啊就是专业品牌的产品 像我之前呢就一直在用湿滑扣的这一瓶goodbye yellow 他们这次给我用的漂染的发型呢也是湿滑扣架的 这是我上次买的一身妆呢就是超级划算 当然其他品牌呢也是有类似的 不过这个紫色洗发水的使用呢还是有讲究的 它的去黄效果呢会非常明显 如果一段时间经常使用的话呢就可能会让你的头发微微的泛紫色 所以呢一开始我们可以连续使用一段时间 达到你满意的发色之后呢你再可以啊结合其他普通的洗发水来使用 而使用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在手里揉搓起泡之后呢再上头啊均匀按摩后洗掉 否则呢你的头发很有可能就会啊不均匀会可能会出现斑驳的状况 上次呢造型师给我推荐了另外一款洗发水 其实就刚好跟它相结合啊就是Milburn的这一款碳化的洗发水 它是日本的一个专业品牌 所以呢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 然后这款呢它是专业染烫后的碳酸洗发水 所以其他染烫后的头发也都是可以使用的 它呢就是能够重新啊平衡你染烫头发还有头皮的一个ph质 而它出来的呢是那种慕斯状的 我非常喜欢因为非常方便 而且啊更能够非常均匀的接触到每一根发丝 还有呢就是它家味道真的非常好闻超级疗愈的 呃我查了一下国内的小伙伴们在淘宝上应该就可以找到 然后欧洲的小伙伴们呢可能就是需要去浴室的理发店才可以买得到 啊巴基的小伙伴们如果下次去他家剪头发或染头发的时候可以试试他家的产品真的是非常好用 而瓢懒之后呢大家也一定要注意洗发的频率 啊建议呢最好是比之前的延长一到两天 这样呢才能够让头发更多的分闭自然的油脂啊去滋养头发 啊当然瓢染后的头发呢会大部分都会呈现比较啊干燥的那种状况 所以呢也需要更多的呵护 在护发上呢我们绝对不能马虎 尤其是刚染完后的前一个月我建议大家最好要勤做发膜来滋养 啊像我就会有用一个施滑扣家的这一个产品 这个发膜呢它也是那种紫色的所以有一定的去黄的效果 呃同时呢又滋养头发就是呃保持头发的湿度啊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还有在保湿滋养上面呢大家完全可以适当的加入一些油类的产品 呃我这次是忘了补货啦 其实我之前就一直在用呃施滑扣另外一款那个免洗的喷雾blonde me 哦这款真的是更方便好用只要呢大家洗完头发拌干之后呢喷上去就可以了 因为它是水油结合的所以呢非常好吸收 而且呢能够快速锁水能让头发就瞬间变得那种比较柔顺有光泽 哦我尤其是推荐长发的小伙伴们来使用 我知道很多看我视频的小伙伴们呢也都是短发 所以呢我这里再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短发打理的经验 短发呢其实日常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好的造型 当然大家做好了日常护理之后呢选择造型的产品也是非常重要的 像我头发在没染之前呢是比较容易出油的 所以呢我不太喜欢那种非常黏腻然后特别厚重的发辣 要么造型就比较容易塌 而像那种发胶类的出来的效果也就是非常硬邦邦的很不自然 但是我发现呢市面上的大部分产品啊都有这一个毛病 后来是有一次我的发型师呢给我使用了一个造型产品 就是瞬间惊艳到我哦就是它了这就是我要找的造型产品 而这个牌子呢是德国的一个品牌它是纯天然的叫做Authentic Beauty Concept 它家的造型产品就是出来的效果又自然又清爽不油腻定型效果呢还特别特别好 真的我那么多造型产品用下来真的只有它家能够满足我所有的要求 首先呢我就推荐给大家一个primer它有非常强的造型效果 然后上次他们教了我一个方法就是在头发半干的时候你就可以抹一点在头发上均匀涂抹 然后再吹完头发之后呢你就可以抓出你想要的效果 你也可以再加一点它出来的效果就是非常自然 但是呢它的定型又非常非常的好 我今天用的就是这个还有一款呢就是这款定型喷雾 因为我平时骑车的话头发就会被风吹啊什么的 所以呢我对定型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像这一款呢就是我在使用这个之后呢再喷一遍 让它的定型效果会更好一点 当然这两个大家单独使用都是可以的 这两个你们用了之后就知道了 就是你用完嘛手你的手是完全清爽的就不会黏 我认为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纯天然的配方吧 所以对头发刺激呢也是最少的 但是目前为止他们家因为太小众了好像只有专业的理发店有 所以大家一定要试试看真的太好用了 而且我我非常吃他家这种性冷感那种包装 很高级有没有 以上呢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啦 希望呢能够对你们啊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这一期的话呢就别忘了点赞收藏加转包 我们下期见爱你们 Sally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